交通部鐵改局配合改造花東沿線火車站投入60億元 將花蓮新城到台東火車站29個車站重新變裝 未來的台東火車站外觀將採取優美的波浪造型 民眾下火車後不用出站 直接就可以從廊道走到月行石柱和北南文化遺址公園 13號上午縣長黃建廷與副縣長張經益等人 特別前往台東鐵道藝術村參觀了解正在展覽的 引領未來花東新車站設計成果巡迴展 那以後我們把整個大廳往前面 擴充大概30公尺左右 那這個就是上面是波浪型的頂篷的 那以後我們的一些旅遊產品農特產 都是在這個地方 那讓遊客整個往前之後 讓遊客在這邊下了車之後 走進來那種空間 就是比較舒適的 比較開闊的 那所以這個是比較大的改變 另外一個比較大的改變 就是我們現在原來沒有後站 我們到月台 第三月台到這裡就止住了 你以後呢我們這個地下道會繼續往前走 往前走以後就直接通到我們的北南文化公園 那所以將來會有這個 這個就會有一個後站在這裡 所以將來這個台東火車站 會是我想全世界非常少 甚至於是僅有的 移植火車站 移植公園火車站 等於你下了台東這一站 你就直接進到北南的這個幾千年的這個移植公園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規劃 將來就是直接把運輸的功能 跟我們這個旅遊還有移植的這個功能 結合在一起 那我相信對整個台東的這個觀光產業的帶動 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規劃 這個是我三年前選現場的時候提出來的證件 那我很高興終於能夠在這一次把它兌現落實出來 覺得很很棒 而且他的那個施工的那個時間還蠻快的 然後剛才那個先生說 就是兩到三年就全部都可以完成了 就覺得還不錯 而且他的那個那個很多設計都蠻新的 包括那個騎腳踏車啊什麼的都很好 我覺得如果我們台東車站這樣設計的話 應該可以為我們帶來更多的觀光人潮 這次花東新車站設計成果巡迴展 在台東鐵道藝術村 15號即將結束 要參觀了解的民眾可得趕快 東南新聞 范耀玲 台東市報導